伦理就是社会秩序 没有伦理道德 社会秩序荡然无存 伦理就是社会秩序 没有伦理道德 社会秩序就会荡然无存 不公是说佛教有伦理道德 那我们一般人也都更要伦理道德 伦理呢 翻成我们白话叫做社会秩序 因为没有伦理 社会秩序完全就没有 就会动荡不安 伦理呢 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种 所以我们没有长幼有序 没有尊师重道 那我们想呢 社会会怎么样 家庭会怎么样 所以真的是没办法说下去了 尤其我们目前你说 同婚呢 同婚合乎伦理吗 同婚合乎佛教的戒律吗 同婚是他们个人的事实 为什么要拿出来大家公开呢 没有伦理的社会秩序会完全没有 社会就会动荡不安 而伦理也是中华文化固有的传统之一 十方新闻黄慧如邓正璞 高雄采访报导 打赏支持者均ów 赏支持者均 煽 二